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女士们 先生们 密歇沟州立大学 欢迎有线电视新闻网高级分析员 杰弗·格林菲尔的先生 谢谢 欢迎大家来到首席执行官访谈节目 我是杰弗·格林菲尔的 在这富有挑战性的新经济里 所有的新企业都仍然面临着些非常头疼的问题 假设你拥有一家公司 你按照老一套方式做生意 你制造产品并把它们卖给全世界的客户 如果有人批评你 说你的产品污染了空气水源 甚至危害人类的健康 你该如何回答 这就是盗公司化学公司面临的挑战之一 如果贵公司属于那种新型企业 你希望在互联网上占据一席之地 从新兴的电子商务中分上一杯羹 你要如何应付大批的竞争者 他们也从电子商务中看到了宝贵的商机 作为一家成立两年半的IT企业 北美生化电子商务就免累了 来自许多竞争者的挑战 该公司受到许多投资者的青睐 不过目前还没有盈利 等一下我们将见到 北美生化电子商务的首席执行官 不过首先上场的是 陶氏化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威廉·史泰尔帕尔斯先生 在收购了联合碳化货公司后 陶氏化学公司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的化学公司 它属于那种一提起名字 仍然能激起人们对从前的论战的联想的公司 1987年 一位叫做亨利涛的年轻化学家 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计划 他打算把密歇根州 米德兰地区丰富的矿产 转变为可获利的资源 根据这个想法 一家新的公司诞生了 今天我们拥有的是 销售额达20亿美元的企业 客户几乎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 率领陶氏化学公司 进入新世纪的是 威廉·史泰·洛帕尔斯先生 他的父母是希腊的移民 他在纽约的长岛长大 帮助其父母达里糖果和冰淇淋生意 读中学的时候 曾和棒球传奇巨星 卡尔·亚斯特·雷姆基 共同打过球 尽管一次受伤中断了 他的体育生涯梦想 现在在陶氏化学公司办公室 他仍然显示了自己 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在两人面对面的交流中 他也许不会给你留下 首席执行官的印象 因为他的这种个人形象不突出 肯定不像你们 所接触过的那些首席执行官 比尔毕业于福德汉姆大学 取得了医学化学学位 之后在华盛顿大学 获得了医学化学的博士学位 1967年 他进入了陶氏化学公司之后 一直为该公司效力 1995年 他出任首席执行官 如果要我说 他在作为首席执行官上 所做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为公司制定了 更宏伟的目标 使员工能够跳出原有局限 思考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并着手证明这一点 商人以来 比尔放弃了大约1亿美元的业务 包括陶氏化学公司 日用消费品业务 此外 他还筹划了收购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行动 今天陶氏化学公司 最成功的产品是甲基雨维素 它可用作电影胶片的粘膜 你可用作许多食品的包装袋 人们甚至会将它误认为草莓派 甲基雨维素体向了 陶氏化学公司的整体商业方案 即先设计一种产品 然后到市场上收服许多行业 来使用这种产品 比如电子弯 这可是今天市场上 最好的苹果纤维素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欢迎陶氏化学公司的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比尔氏化学公司 谢谢 您是1967年进入陶氏化学公司的 是的 如果是1967年 您作为陶氏化学公司的一员 出现在这里 我猜想观众的反应 可能和您刚才受到的欢呼 少有些不同 没错 那时凝固汽油正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不过那时您作为一名 希望利用自己化学背景的年轻人 在考虑加入到公司时 有没有犹豫过 有一段时间确实如此 但是一旦你见到陶氏化学公司的这些人 你了解他们的想法就会 我知道那时 看起来公司的高级管理层 确实认为自己销售的正是政府 希望他们销售的产品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这是爱国行为 并且因为战争最终引起了许多争议 我想他们失去了公众的支持 并且这一来支持战争的人 成了被攻击的目标 陶氏化学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那时我认为公司的立场是 这是政府要求的 这是公司必须做的 这点很有意思 如果是二战 人们就不会 没错 您刚进入陶氏化学公司的环境 所有这些争议 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在您脑海里树立着这样一种观点 即这家公司 应该说所有的公司 都不应受到这些争议的束缚 我们既然造出了产品 我们就得把它卖掉 我相信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年代 不止现在 以前也一直如此 只不过没有明确表达出来 但是还有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 有三个方面要兼顾 经济 环境 和社会 靠牺牲任何一方的代价 来满足另一方 都是行不通的 我们先前提到 这是一家成立一百多年的公司 本质上这是一家传统意义的公司 我的意思是 你们是在制造产品 对 你们在制造加工并销售 这可能是种新概念 对于那些秦俊制造 我们仍然这么做 真的 但是我觉得 那也意味着某些局限 也就是说 这是个周期性的行业 在某些方面已经成熟了 当您出任首席执行官时 在我看来 您是冒了个险 您是说服这个传统的企业 说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革 请给我们说一说 好的 我认为作为一家成功的企业 当然 如果我们不成功 企业也不可能生存那么久 我们该改变了 是时候明白世界已经改变很大 如果我们不相应地 做出改变的话 我们将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开始是为公司 梳理新的目标 制定新的战略 我们改变的是产品组合 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 公司中没有哪个方面 是我们没有改变的 这是否有点类似于 国际投资机构的改进 改变一家成功的企业 是很困难的 如果你别无选择 只能背水一战 那你可以很快把人们召集起来 当我们的情况不同 必须花很多时间解释 为什么要改变 怎么改变 呈现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你必须描述这种未来 一个员工们可以为之做贡献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在企业里 每天努力去做的 您的另一个策略是 用句时髦的话说 精简机构 您不仅取消了一大批中层管理岗位 而且精简了大约 我想是一万名员工 现在陶氏化学公司 位于密西根州的Midiland 和芝加哥相比 这可是个小地方 确实如此 那就是您和您解雇的人 不仅曾经一起工作过 而且还做过邻居 甚至你们的孩子 上同一所学校 对 你们都被认为是很坚强的人 这对您来说伤感吗 非常伤感 因为是时候了 你必须 公司的每个员工 都必须考虑他们工作 和这个竞争的世界的关系 我们知道 如果不这么做 我们就会被淘汰 一些解雇很伤感 因为正是通过这些人 和这些产品 你才和客户建立一些感情 但是另一方面 事实败子面前 人们看到更美好的未来 所以更容易接受 这里我想讨论的是 比如说材料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知道 陶氏化学公司的产品 产品名称 一直引用纸机 还包括包装纸 如炉灶清洁剂等等 这些产品不再属于你了 对吗 但是在我看来 您至少是在 努力开发一系列 新的环保产品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你现在可能就穿着环保服装 但是您确实有一件 棉质成衣吧 是的 来的路上 我本来该买一件的 非常的不错 但没东西吃 这个很方便 是的 加点黄油就可以吃了 不过我的意思是 对陶氏化学公司来说 这个概念就完全不同了 对吗 我们是依托化工科技的企业 如果考虑一下化工科技 你会发现 我们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利用我们的知识 来解决许多问题 我敢说 如果没有化学工业 没有化学科技 我们目前的生活质量和标准 是无法想象的 作为一家企业 我们的责任是表明这一点 并重新定位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 我们前面提到的 可持续性发展 师傅可以这么说 即对于工资和整个化学界 是代表了企业文化的巨大转变 因为据我所知 三四十年以前 情况要保守得多 是的 人们受到攻击的时候 会采取防备措施 我想在最近几年 乃至过去多年 我们一直在努力 站在事务的前沿 并努力走出一条 领导潮流的道路 不仅在我们这个行业 还包括整个工业 因为积极地与公众 保持接触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这么做 每一个员工 都是企业的顾问 这是一种了解 公众需要的办法 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合作 大公司的领导人 谈论自己的历史 听上去似乎是陈枪烂调 但有时确实如此 给我们讲讲您的家庭 我来自移民家庭 我的父亲是个生产糖果 和冰淇淋的商人 他到美国的时候才14岁 顺便说一句 他没念过书 后来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再后来在长岛的东部 开了间小糖果店 然后慢慢发展 但是后来发展的一些事 不仅对您的家庭 而且对您的一生 都有很大影响 我还很年轻的时候 我的父亲破产了 失去了一切 那个时候他58岁 突然之间只能站柜台了 他干了三四年的售货源 情况逐渐好起来 那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 首先这是我们一家人更团结 另外也给了我们许多经验 告诉我通过不懈努力和自信 可以重新振作起来 在我看来 我父亲是我见到过的 第一位成功的克服挫折的人 实际上他也是第一位商业上的老师 和许多在八九岁时一样 您有自己的梦想 但是你的梦想超过了普通人 因为您和我不一样 您有自己的技能也就是棒球 您想过要进入职业联盟吗 是的 我和卡尔雅兹特雷姆基一起长大 梦想成为职业棒球运动员 卡尔后来被波士顿红袜队效力 并进入了名人堂 卡尔是我的邻居 我们在同一所学校上学 一起毕业的有二十八个人 他和我都有这个梦想 不过当击达曲线球变的困难时 我一直到最好还是干点别的吧 您的水平比大多数人高多了 和卡尔相比那也只差那么一点 那么一点就那么一点就足够了 最近有人引用了可口可乐公司 以顾前任总裁的一句话说 为可口可乐工作是一种使命的召唤 它不是谋生的手段 而是一种信仰 您是否也这么看待您的工作呢 我认为你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样一来可以全身心的投入 这不是工作 这是你真正喜欢的 你知道人们向我提的问题启发了 提醒了我应该做什么 全一样你喜欢的工作 其余的人一切都会随之而来 这是我的理解 还有公司周围要有对公司充满 同样热情的人 比尔我们待会儿继续聊 非常感谢 我们的下一位嘉宾 戴维培里 已经有过两次成功创业的历史 最近一次是北美生化电子商务公司的成功 它有点像约会服务 利用网络把寻找化工和实验室产品的买方和卖方联系起来 尽管北美生化电子商务的利润还不够理想 它的商业模式在华尔街肯定会引起轰动 31岁时 戴维就成了可能是你听过的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在这家公司 您看不到一只手提箱也没有一间仓库 因为北美生化电子商务是个进行电子商务的公司 在互联网上充当销售生命科学和实验产品的供应商的中介 用户可以搜索100万种商品并在网上订购 三年之后 预计130亿美元的互联网市场将是电子商务的规模 裴里先生已经准备好分一杯羹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形式 但是似乎机会是无限的 尽管北美生化电子商务 Chemdex是个虚拟公司 它在华尔街的业绩很好 1999年7月上市时 它的股价是每股15美元 四个月后它的市场资本达到了10亿美元 Chemdex的定位非常有效 他们关注了客户服务的提供 他们关注了基础设施问题 但是David没有做得很漂亮的 就是它的利润问题 目前我们没有利润 我不担心 但我非常关心将来能否顺利 我把我们今天的业务看作是对将来的投资 Chemdex成立的时候 David在哈佛商学院 这是为来自阿肯瑟州的化学巨组的第二次创业 它的第一次是在 维罗根 那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Chemdex实际上是我在商学院 定出的第四个商业计划 当我认定继续在他们上花时间 已经没有意义的时候 我放弃了其他三个计划 在哈佛 佩里花在商务上的时间 比花在课本上的多 我认为她在学校里属于那种好学生 但不是最优秀的学生 我认为人们一般都对她走出校门后的作为 印象深刻 每个人都对电子商务感兴趣 David是家里的长子 也是家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 他在埃里克森工作了五年 尽管他说最困难的工作 是帮助父母打理化学公司 六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为父母的公司干活 每小时25美分 以后每年增加25美分 是12岁的时候 我每小时已经可以挣两美元了 尽管David对他阿肯瑟的出身感到骄傲 他和Chemdex都着眼于未来 女生们先生们 这是一位三十出头的首席执行官 她的思想价值20亿美元 Chemdex的David Peely 多谢 中文字幕——YK